一个族,它是蒙古,我们讲起来的它是蒙古人的分支 讲就是一个民族的分支 那我们的这个13个民族,主体民族的民族展 除了汉族以外,12个民族,12个民族的民族 那汉族呢,大家的生活习惯都比较了解 它主要呢,展示的是,除了汉族以外 其他的12个主体民族的服装,服饰,节气 还有他们的日常生活器皿的一些分所展 那二楼呢,结婚下午来 新娘结婚下午来 当地汉族人的一般宴请宾客 在办酒席喜宴的时候 是在中午12点钟到2点之间 中午12点到2点之间的时候 我们办理婚宴,迎娶新娘子的时间 我们当地的维吾尔人呢 当地的哈萨克族,当地的回族 迎娶新娘子的时间呢,是在下午7点钟 下午7点钟才去迎接新娘子 这个跟我们当地汉族的婚礼习惯 张扬的名字 个性张扬,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当地人呢,喜欢戴很粗的金链子 有钱人戴那很粗的金链子 戴很大的戒指 戴很粗的那个手镯 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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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新疆的一个地形沙潘土了 新疆总面积166.49万平方公里 占了我们全国的六分之一的国土 那我们可能说,这个蓝色的这个小光铁呢 是指它的边境线全长5600公里 占了我们全国的四分之一的国土 稍微等一下 印度阿范德巴国 也就是说我们新疆是战地面积最大 边境线最长,外联国家最多的行政自治区 那又一句话概括新疆呢 叫做三山加两门 那三山呢 首先是这一条山 这一条山呢 叫做阿尔泰山 阿尔泰呢 在古蒙古语当中呢 是金子这么一层含义 在这个地方呢 最大垂垂的一块金子 高达了160多公斤 所以说啊 这个地方也被称之为金山 中部的这条山呢 叫做天山 那你看天山上面 有没有很多白色的地方 对不对 代表了长年古化的积雪 也因此得名呀 这一块山呢 被称之为雪山 在古代称之为北山或者阴山 我们说的天山天石和天山雪 都来自于这条山 那么第三条山呢 就是这一条山 这条山呢 叫做空仑山 空仑山盛产在国家的国域和田域 也因此得名 这条山呢 叫做玉山 那么就是南部的昆仑山 玉山 中部的天山 雪山 以及北部的阿尔克山 金山 这是三山 我刚刚说呢 我说我们是三山加两盆 对不对 哪两盆呢 首先是这边 我国的第一大盆地 叫查理木盆地 陈地面积五十三万平方公里 在这个地方呢 有我国第一大 世界第二大的沙漠 叫塔克拉马甘沙漠 陈地面积三十三万平方公里 那么这边呢 是我国的第二大盆地 叫整合二盆地 整合二盆地呢 陈地面积十八万平方公里 在这个地方呢 同样有一个沙漠 叫国尔邦通库色沙漠 陈地面积四十八万平方公里 那我们来看西江 世界很大呀 我们来看呢 很简单 以天山为周 天山的南边叫南江 天山的北边叫北江 我们现在的地球位置呢 在这里 就是我们起 从乌鲁起出发 穿过天山 来到的这一块区域 叫做陈鲁班地区 陈鲁班地区 有我们九个市民的 苏公塔 火焰山 哪儿景的著名旅游景点 同样呢 还有一个蓝色的牌子 上面写着 艾丁湖三个字 艾丁湖是什么 艾丁湖是地域海平面 一百五十四米 仅自于死海的世界第二地 那我们来看新疆 新疆世界很大 怎么来分呢 很简单 以天山为重 天山的南边叫南江 天山的北边叫北江 那我们来看 北江是不是绿颜色很多呀 绿色多 说明这边水槽比较分貌 我们新疆的旅游大部分都在北江 那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呢 蓝色的小光点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有鱼怪 鱼怪的地方 卡纳斯 就在这一边 那天山三角口的位置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有什么 有那个 伊利大草原 江户拉特草原 在这上面 那这一边呢 这一边呢 这一边呢 黄色是很多 黄色灯呢 说明这边是沙道比较多 我们新疆的旅游大部分呢 都在南江 我们到了南江呢 一般了解两样东西 第一样呢 就是我们曾经也去过台北旋转的 我们说的楼兰美女 鱼干诗鬼代表 那么第二样呢 我们就去了解 新疆的民俗风情 好不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讲完沙卡乐 因为这个听呢 印度阿范的八国 也就是说我们新疆是 占地面积最大 边境线最长 外联国家最多的行政自治区 那又一句话 概括新疆呢 叫做三山加两门 那三山呢 首先是这一条山 这一条山呢 叫做阿尔泰山 阿尔泰呢 在古蒙古语当中呢 是金子这么一层含义 在这个地方呢 最大脆脆的一块金子 高达了160多公斤 所以说啊 这个地方也被称之为金山 中部的这条山呢 叫做天山 那你看天山上面 有没有很多白色的地方 对不对 代表了常年古化的积雪 也因此得名呀 这块山呢 被称之为雪山 在古代称之为北山 或者阴山 我们说的天山天石和金山雪 都来自于这条山 那么第三条山呢 就是这一条山 这条山呢 叫做空仑山 空仑山盛产在国家的国域 和田域 你因此得名 这条山呢 叫做玉山 那么就是南部的空仑山 玉山 中部的天山 雪山 以及北部的阿尔克山 金山 这是三山 我刚刚说呢 我说我们是三山加两盆 对不对 哪两盆呢 首先是这边 我国的第一大盆地 叫查理木盆地 我们要有一个沙漠 叫河尔班空空色沙漠 震地面积4.883公里 那我们来看西江 世界很大呀 我们来看呢 很简单 以天山为重 天山的南边叫南江 天山的北边叫北江 我们现在的地球位置呢 在这里 这是乌鲁木齐 从乌鲁木齐出发 穿过天山 来到的这一块区域呢 叫做河鲁班地区 河鲁班地区 河鲁班地区 有我们九个市民的 苏工塔 火焰山 南景等著名旅游景点 同样呢 还有一个蓝色的牌子 上面写着 艾丁湖三个字 艾丁湖是什么 艾丁湖是低于海面 一百五十四米 仅滞于死海的世界第二地 那我们来看新疆 新疆是不是很大 怎么来看呢 很简单 以天山为重 天山的南边叫南江 天山的北边叫北江 那我们来看 北江是不是绿颜色很多呀 绿色多 说明这边水槽比较风貌 我们新疆的旅游 大部分都在北江 那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呢 蓝色的小光点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有鱼怪 鱼怪的地方 卡纳斯 就在这一边 那天山三角口的位置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有什么 有那个 伊利大草原 江夫拉特草原 在这上面 那这一边呢 这一边呢 黄色是很多 黄色灯呢 说明这边 是沙道比较多 我们新疆的旅游 大部分呢 都在南江 我们到了南江呢 一般了解 两样东西 第一样呢 就是我们曾经也去过 台北旋转的 我们说的楼兰美女 鱼干诗鬼代表 那么第二样呢 我们就去了解 新疆的民俗风情 好不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讲完沙滩乐 因为这个厅呢 小品子里 在身体里面填充了很多香料啊 防火器各种名秘的药材 最后拿白布裹起来的这种呢 叫做木乃伊 中国是没有木乃伊的 那我们来说 我们这个展厅讲的是干尸 干尸是什么呢 干尸就一句话 自然风干而成 得成的尸体 就被叫做干尸 那我们来说 我们国家的国旗是什么 是不是 五星红旗 对不对 我们家的地 我们国家的地理位置 是在东方 对不对 咱们国家叫什么名字 是不是 叫中国 对不对 五星出东方 立中国 去今两千多年的历史 哇 这是真的 两千多年的东西 有没有很神奇 对不对 所以说 我就说 干尸看看不重要 五星 五星 五星出东方 立中国 我问这样子 那我们来说 那这个呢 难道就是 我们在同体的一个护照 还挖了一个草片 上面写着 讨南腔 讨是讨伐的好 南腔呢是指都是入侵我们新疆的外来民族和种族都被称之为南腔 那我们来说 这个呢 难道就是我们所认知的意思吗 我来告诉大家 其实呀 五星代表的是 金墨水火土 五颗行星 东方还是东方没有错 中国呢 中国其实是中原 这么一层意思 按照当时的战部官员 他是这么说的 当金墨水火土 五颗行星 同时出现在东方的上方的时候 是有利于我们中原呀 去讨伐南腔的 他其实是一个美好的寓意在里头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孔雀 金鹤 麒麟 还有老虎 这四种政治的动物呢 在古代的政治品当中呢 都代表的是祥瑞的意思 代表了美好的寓意 这就是 第二点 他是咱们这里展厅里面 年纪最大的就是六十岁 六十岁对于刚才来说的 四十到四十五岁来说 那可是一个很高速的影迹了 对 那第三点呢 他就是在这个展厅里面 最爱美的女性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他也在她 头发旁边 是不是有两个小辫子 其实在当时的那个社会呀 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 他都扎小辫子 可是你看他这个小辫子 仔细看到会发到 发现到 里面有白色的 有红色的 还有黄色的 还有黄色的 这边是这边是这边的 那边是这边的 是这边是这边的 那边有什么 这边是这边的 我們現在的展規叫做《新疆民族風情展規》 講的是我們新疆的主題民族 我們都知道我們國家一共56個民族 新疆有55個民族 主題民族13個民族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民族呢 是新疆的第三大主題民族 叫做回族 回族呢它最早是波斯人 你可以想像到它是波斯人 一直想要回家回家回回回族 就是這麼得來的 那麼這個民族呢沒有自己的語言 沒有自己的文字 竹水草而定居的一個民族 那麼說了哈薩克族這個名字呢 我們來看這個 這是什麼 蒙古包我們知道 民族可能是知道的 你看它的頂 天窗 看圓還有尖 來分別 那我來告訴大家一個最簡單的區分方法吧 就是你看那門 戴木頭門的就是真方 不戴木頭門的是蓮子的 是不是蒙古包 對不對 這是最好區分的影響方法 因為兩個長得很像 你怎麼來分 就看它們 而且再給你們教一個小常識 就是如果你來到新疆 你看到有很多顏色 紅的綠的黃的藍的紫的白的各種顏色 拼湊在一起的 你基本上就可以斷定 看信仰一絲懶叫 這個超好分 分完這個我們來看正片 這是一個正常的哈薩克做人家庭的生活起居正態 因為它是這樣子的感覺 家具正在那裡 但是這個顏色每個顏色 其實非常好的 這個顏色也反覆一下 因為它是當中的有紅顏色在草莉廟 這個顏色非常濃穏色 如果你在草莓上 建造的帶木頭門的尖房上面 有這種橫顏色流出的 你就可以百分之百地 它叫克爾 克爾族 才會有這麼好的 那我們來看這個尖房 這尖房比哈薩克做的 是不是要小很多 而且你看裡面 不再有床了 沒有家具了 為什麼 因為對於他們來說 這就是一個睡覺的地方了 做飯幹嘛的 都是在外面的 那我之前又說了一句話 如果你在草莓上 建造的好多顏色拼湊在一起的是 生羊什麼叫呢 對 伊斯蘭叫非常的好認 這就是咱們的克爾克斯族 1764年 清政府丟派了三個民族 到新疆來 有西伯族 有達烏爾族 還有滿族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西伯族 西伯族在奧運會也好 它是從東北過來的一部民族 它是從東北調籤過來的 我們要講的不是這個森聯康 而是這個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呢叫做喜利媽媽 喜利媽媽是每年代年三十 有家裡最德高望中的老人出來掛的 每掛不一樣的東西都有不一樣的含義 我們來看一下西伯族 新疆人告訴我這叫什麼 這叫什麼 卡拉哈爾 對 新疆人這是什麼 說漢語 叫壁屎 叫壁屎 是不是羊的膝蓋骨的那一塊兒 對不對 對 它這個羊的膝蓋骨 在西疆叫做壁屎 在東北叫做卡拉哈 在這裡的意思呢 是指一代的結束和一代的開始 我們看這有沒有一個 最邊邊是不是也有一個 那這最邊也有一個 每兩個之中呢 就代表了一代人之中所發生的 其實結婚了 那藍色的布條呢 相對應呢 死亡喪失是吧 錯啦 紅色的布條呀 代表呀 這家生了個女孩 啊 藍色的呢 男孩兒子唄 這個小瑤賴是告訴你 哎呦 因為我們家沒有孩子 我希望他們能早生貴子呀 這個意思 你看鞋子 鞋子是告訴你 那你可以想像到 我們家裡面穿鞋的腳衣多 是不是人就多呀 人丁心啊 多子多孫的意思 包括什麼叉子也好 工業也好 鏟子也好 都是為了告訴你們 我們家為了農作物大豐收了 所以咧 發財了嘛 有錢了嘛 這個古代的結神祭世 是不是有一點相似呀 這就是咱們西伯族的 新奇媽媽 OK 聽說我的叫白俄羅斯 他們也有一種白色人種 我們來說 塔吉克族是五十六個民族當中 唯一一個土生土長的白色人種 而俄羅斯族呢 是外清過來的白色人種 他們是十月格力前後呢 到我們新疆來的 現在一共三代 爺爺爺爺爺 爸爸媽媽的小朋友 塔塔爾族 在我們新疆的人數特別少 現在只有4900人左右 但是 它卻是咱們國家 特別壯實教育的一個民族 我們國家人民文化水平 在小學的時候 他們的人民文化水平 就已經達到高中以上了 很厲害 我們國家的第一個女律師 就來自於塔塔爾族 他們雕派了三個民族 達烏爾族 曼族 西伯族 西伯族已經講過了 我們來講達烏爾族 大家說咱們講的時候 一般就講三怪 第一怪 蔥花貼在窗戶外 這個不難理解吧 咱們貼以前貼蔥花 是不是都貼到房子 玻璃裡面呀 他們都貼外面 第二點 生了孩子 吊起來 怎麼吊 你看放量上 因為一張小寶寶的床 對不對 為什麼要吊起來呢 因為東北大西安寧深處 那很多狼嘛 對 很多狼啊 老虎在裡頭 那爸爸媽媽出去工作 寶寶放在家裡 我已經被叼走了 因為是雪怪起來 束縛起來 都會掉下來 那你看牆上有一張照片 那媽媽坐在炕上 那還可以搖寶寶 非常節省空間 像搖籃一樣 是不是 那我們來說 第三點呢 就是這個女孩子 18歲的時候 就可以帶煙袋了 抽煙了 為什麼 那媽媽認為女孩子18歲了 就是長大成人了 也自主權了 所以可以用抽煙來代替她的身份 那我們來看 下一次程度可以達到百分之九 可是以上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男的這個動作 是什麼意思呢 他其實在幹嘛 跟你問好 我說你好 這麼一層行業 我們來看 那麼不一樣的呢 是我們別說 都特別喜歡紫色和黃色 紫色和黃色 那個美絕當中 被稱之為壯色了 這兩個大類的衣服 什麼好大類的 這是什麼座 對嘛 我要是連這個座馬 都來看那麼多電視劇了 有沒有 對不對 那最早就像她說的 滿座格格嘛 不就講的是滿座嗎 來 王安聖 啊 對 真狂也是 我們來說滿足 滿足我們通過電視劇可以得知 是不是 無論是男的也好 女的也好 都穿旗袍 那女孩子腳底下 都會穿一個那種鞋子 那就是這樣 對話 特地 其實在我看來 她就是最早的高跟鞋 有沒有 因為很厚的地 我們來說 我們也通過電視劇可以得知 他們有八旗 是不是 新疆什麼旗都有 唯獨沒有正宏旗 為什麼 因為正宏其實值 這個民族呢 是新疆的維吾爾族 維吾爾族 簡稱維族 現在人口有900多萬 佔我們全家46%的人口 新疆的第一大世界民族 那麼這個民族呢 信仰伊斯蘭教 特別忌諱 說什麼 這個字 不能在他們民族面前說 他們會很生氣 很忌諱啦 那我們來看 你們現在眼前看到的這種 非常漂亮的這種呢 其實是他們兩種 建築中的一種 一種是馬路旁邊看到的清真寺 那種叫宗教式建築 而是一種什麼 在護院鋪上低毯 搭製上葡萄架 放置上兩床的這種呢 叫做花園式建築 花園式建築呢 在烏龍旗幾乎都見不到 相對在哪見得多 陀魯飯地區 因為陀魯飯很炎熱嘛 最高的地表溫度有達到過60摄氏度以上 主要是為了避暑成涼 兩根鞋的呢 就是維吾爾族的主題樂器叫做都塔爾 四根鞋或者六根鞋的 就是哈薩克族的主題樂器叫做都布拉 這個非常好認 看這個 看牆上這個 牆上這個呢 是一個十二摩卡布的演奏長進圖 我們來說十二摩卡布是什麼 時間段的七天七夜的時間 才能演奏一遍 那這是大型的樂器套裝 我們再來看 這個有了最大的褲子 然後頭頂上是狼鼻大的像鍋帶 哎 走 女孩子在家裡做板 切乾淨 那個汁會流 到處板子上 衣服上的問題 如果你在中間切呢 汁就會流在盆子裡 是不會弄髒別的東西 地方呢 特別科學的一樣東西 也叫帶盆 現在這段 維吾爾族都有了 啊 看到沒有 這是羽田小帽 羽田小帽呢 是紙 怎麼說呢 在羽田地區時候 當地宗教文化最深的婦女 他們有四個可以戴 戴一條樓梯拿一個別的一別 帽子就不會掉下來 帽子呢 就有四零 看到沒 對 維吾爾族特別喜歡小帽 你們現在看到的小帽 只是他們兩百多種的一小部分 嗯 OK 這個沒有 比較好死 對不對 新疆本土的駱駝 是單鋒的還是雙鋒的 雙鋒的 雙鋒的 那我剛才說的愛德蘭絲綢 哎 這就是愛德蘭絲綢 一個生產的 你看到上面 是有紅的 綠的 紅的 黑的 每一種顏色呢 都代表了不一樣年齡階段在戴著 就像那個 黑顏色 黑版的那個 是年紀稍微大一點的 結果他們的人才會穿這種顏色的愛德蘭絲綢 好 看來我們走了 好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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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往外走 这个时候在上游建了水库把河截流 在1878年公元1778年就是在清朝年间 强龙皇帝年间来到乌鲁木齐的一个都统 当官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官 到了这个地方连着三年发洪水 这个河发洪水老百姓呢怨声载道 当地的这个风水先生呢就给这个明亮 当时的都统叫做明亮说 这个红山和对面的亚马里克山就是一条龙 现在龙要翻身了 龙一翻身把乌鲁木齐变成一片海 就变成一片湖 这个明亮呢非常害怕 就听了这个当地的风水先生的建议 在红山顶上建了九级石心轰这个正龙宝塔 在对面的山上建了九级的青砖正龙塔 将龙正在河两边 龙就翻不了身了 这边要跟老废人 这边再两码 有什麼… 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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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 魚… 我… 你口… …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